绝对知道接下来 你要大肆批评咒术悔战最近的剧情 虽然我也想说我超爱咒术悔战的啦 不过我最近有个想困扰想吐一下 就感觉作者静静下下在玩弄我们耶 每次都搞得新角色超强大 把我们独自的糊得一论一论的 然后呢 就只是为了让素挪爽爽再变强吗 这道路虽然一开始很刺激 但看久了就觉得有点腻耶 好像在看龙套修下线一样 一个比一个弱的来送 我知道啦 我知道啦 素挪本来就是应该最强的嘛 我没再质疑这一点 只是这重复的套路实在有点圈圈叉叉 这几个月在社群上 好像越来越多人在抱怨这件事 大家也都腻得看新角色送头秀给素挪爽 今天这部影片 我们先来好好检视一下 这个送头循环到底严不严重 会不会拖累整个故事 以及有没有更好的剧群走向 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好啦 为了凸显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循环的开端 也就是素挪干掉五条物之后 跟那个陆子云一的战斗吧 在那场战斗中 素挪正好是他转变成真正形态的时刻 那是自从五条物战斗结束以来 他最虚弱的时候 反转术式 出力底下 领域展开用不了 周力也只剩下一半不到 所以他才要转变形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 素挪的状态越来越好 而且他最近已经成功施展了两次黑伞 一开始 他一点都不强 在和五条物对战的时候 他们还该打得有来有往 但自从打完五条物后 突然就好像开挂了 这点一定要记住 接下来的故事会非常精彩哦 打完陆子云一 紧接着就是胡杖和日车的支战 日车可以说是当时最适合调打素挪的人选 为什么呢 因为日车是唯一一个 可以攻击秒杀素挪的咒术石 有人可能会说 珍惜的四魂刀也可以做到 因为四魂刀可以直接攻击魂魄 但我们现在都知道不是那样 所以当时日车是素挪的克星 大家都超期待这场世纪对截的 反观日子云一战就没啥好题的 虽然大家都有在看 但老实说 没人觉得日子云一能赢素挪 顶多就当是调剂以下的配角战吧 日车就不一样的 人家可是天才少年 实力直比五条五 只要十二点就修炼到一级咒素挪 还会领域展开 能不让人期待吗 这个被吹放成天才少年 成长速度快得离谱的人设 这设定在跟素挪的战斗中 可是得到了超级超强的证实 为什么呢 因为日车在跟素挪的互偶的过程中 竟然靠着先学先卖 应设协会的简易领域和反转素挪这种大招 总之这位天才少年 死除了号称只要吃中 就会让人领便当的雏形人之间 但我们都知道啦 素挪也不是神牛的灯 将被吃中的手之间一个断手大放送 然后把日车送进领便当的路上 不过日车在倒下前还不忘装个笔 留下一句让人搞不清楚 到底死头没死的台词 日车退场后 下一棒火炬就传到了五条屋第二人选 学会了各种新招式的乙谷犹太 大家怀着兴奋的心情 才看看乙谷到底怎么跟素挪打成怎样 只见乙谷一出手 就开启了他的领域展开 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刀剑 帅得不要不要的 而且重点是 素挪还不能用领域跟他对抗 但是乙谷很快发现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素挪的反转素质正在慢慢恢复 用不了多久 素挪的领域就能再次解封 在乙谷的领域里 乙谷表现可圈可点 虽然你有被素挪砍了几刀 但还可以依靠反转素质恢复的 而且乙谷复制的素质超好用的 打得素挪措手不及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 乙谷和胡杖连手胖重素挪 就连胡杖的普通拳击都能造成灵魂伤害 乙谷还使用天使的俗世 邪气回字梯 这个之前中创过素挪的大招 大家都在期待这一招 会对素挪造成怎么样的恐怖伤害 但没想到 只是把素挪烤黑了一点点 然后素挪使用世界斩 把乙谷劈成两半 好了 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这个送头循环 路之云一之战 可有可无的娱乐战 日车之战 被寄以厚望的天才少年 最后还是领了便当 以一股之战 虽然表现亮眼 但还是被砍成两半 下一棒火球传到了真心身上 这位拿着斯文刀的超强咒术师 在素挪背后捅了一刀 而且这次 大家完美复制的 正在偷袭古条武的名场面 大家激动的不行 真心这次肯定能把素挪拿下吧 毕竟 他之前可是闪躲素挪的攻击 反应速度一流 就连素挪都承认 真心是让他最兴奋的对手 感觉是找到了一个四斤绿蝶的对手一样 真心的实力进步有目共睹 在跟素挪的护欧中 还略战上风 然然就在读者们满心期待 真心能立天改变之际 作者渐渐下下 毫不留情地赏了真心一发黑伞 直接把真心打倒 后来真心再次回来 虽然挨了黑伞 不知道还有几层实力 不过依我看 他接下来的处境堪忧啊 为什么呢 因为真心跟素挪的单挑 跟之前日子云 日车 遗骨的套路都一模一样 都是炒热气氛后 领便当的命运 一开始看到真心偷袭素挪 还以为会像胜的偷袭骨条 那样帅气 结果咧 一样被胖揍去了 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真心最终还是逃不了 这个送头循环的魔咒 被素挪按在地上摩擦 下一位挑战者是日下部 日下部一登场 却获得了众多周叔叔的胜战 胡条 气海和明明都夸大实力强大 各位看官们 你们懂了吗 又是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日下部 光环加深 心情满满的跟素挪互殴 还使出了 印象不到的 简易领域早逝 一度在战斗中 战据上风 我的感觉他变成主角了 但最后还是老样子 被素挪一刀砍成重伤 命选一线 从日子云到真西 现在倒下日下部 全部都逃不出这个 吵了气氛 表现不错 送头领便当的套路 接下来米格尔 加入战局 他会打破这个循环吗 这次是传说中 能跟五条五五五开的米格尔 虽然我严重怀疑他 当年跟五条五的战斗 根本就是被五条五当沙暴打 看看这一话的标题 曾经跟五条五五五开的男人 米格尔参战 满满的剧透意味啊 米格尔一出场 就自带强者观环 大家又开始拦起了希望的火苗 觉得他肯定能吊打苏诺 目前来看 米格的表现还算不错 也算是吵入气氛 表现不错的环节里的意愿 不过 我可不会再被这个套路骗了 你们也别傻傻相信啦 虽然我也很好奇 借鉴下下 会怎么安排米格的这场战斗 但老实说 看到现在这个送头循环 我实在对米格能赢这场战斗 保持不了什么希望 看看苏诺之前是怎么样 吊打那些强者的吧 每次都是一样的套路 先把读者糊得一刃一刃的 然后再把这些强者 一个个送去领便当 说真的 从五条五挂掉之后 每一场跟苏诺的战斗 都像流水作业一样 先把苏识吹棒一方 然后再让他们领便当退场 一点心意都没有 现在最让人担心的是 苏诺经过这几场战斗 实力肯定又变强了 而争霸作者 为了让主角圈打赢速挪 最后搞出一些 降致光环的烂设定 奈何就真的毁了整部作品了 先见下下 之前有曾经化解过不少危机 希望真的不要搞烂尾了 希望米格的出现是最后了 大家是否已经怨倦了 欢迎留言你们的想法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吧 那么下个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